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一代网红李光相机的一些事 那大家如果买过或者了解过李光相机的应该都知道 李光相机实际上跟这个富士相机很像 都是这个网民所谓的理财产品 涨价涨得很猛 尤其是这几个月李光产品 其实溢价应该有上百上千了吧 就很厉害的一种溢价 比前几年都要厉害 尤其是今年在发布这个新款的这个G23和G23X的HDF版本之后 这个价格上涨得非常非常猛 很多就是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本身在做这个李光相机的 大家都就这一些经销商 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这个李光相机涨价涨得太离谱了 那实际上可能也这个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就今天分段聊一聊呗 就首先是一个大家可能认为李光相机到底是不是存在饥饿营销 那我们这个说这个一个相机存不存在饥饿营销 实际上很好判定就是你拿到这个相机之后 你去看一下它的生产日期 其实我们买到的李光相机很多都是在近一个月或者近两个月生产的 一般都不会超过三个月 这个生产日期其实都是刚出来的 刚从这个越南生产厂价运出来大概可能隔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运到内地 然后在各个地方分宵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李光相机买到李光相机 这个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 甚至有些是当月生产当月就能买到的 那所以其实这个就可以表明就他不存在什么压库存或者是饥饿营销 那你如果饥饿他你其实买到的很多应该是去年的一些产品对吧 那为什么他这个人们会说他饥饿或者这个库存少呢 实际上是因为李光自己本身这个生产力 他的越南代工厂的这个生产力确实非常非常的跟不上节奏 生产力确实非常的弱 就是这个产能吧每个月可能也就几百台几千台差不多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李光在这个每个月生产相机的时候有一些特点 就是他其实是分阶段性的去发出一些他各个产品型号的货 就也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现在是6月份 他会发这个GR3的一些库存 然后再过一些天他会去发日记版的 再过一些天他可能会发都市版的 他不是一口气会这个全面的扑货 他是一种型号一种型号的扑货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就是想说一下李光现在目前的一个销售政策 这个也方便于大家去购买 其实也就是两种传统的一种方式 一种是线上一种线下 那首先是说这个线上线上他李光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销售渠道实际上就自己的这个官网 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小程序他都能搜到 然后最近应该是上个月把他还自己改版了一次之前那个官网 反正我是觉得就非常非常难用 很多人都说这个进区加载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这个确实是 然后这个除开这个官网或者小程序之后 他还有一个这个京东和天猫的旗舰店 那 很多人可能认为京东或天猫是他自己的店 实际上不是 京东和天猫还是他的一个大的经销商 在去帮他代运营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以为是他自己的店 实际上并不是 但是呢他可能量比较大 然后这个门牌招头也比较响 可能也承担了他自己部分的一些品牌角色 那当然这两个 包括那个门店他是不会溢价的 然后除开线上的就是他的线下门店 线下门店那他自己有一个叫GRSPACE的一个直营店 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上海 现在这两个店实际上比较有趣 就是你去这个店里基本上不可能买到现货的 都得采用预约 李光这两个线下的直营店也 挺有意思的 然后一个是北京一个上海 北京的这个店呢 他以前去我所知他是可以 全国各地都能邮寄的 而且不用拆封 那上海门店就比较特殊 比较严格一点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靠近总部的原因 就是你在上海预定的机器到了之后 你必须去门店自提 然后当场要拆封 要这个注册盐保 之后然后确定是你自己的相机 OK你可以提走 那这样他们实际上是希望 就是能杜绝黄牛的一些存在 当然可能李光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二手机器 很多黄牛也可以拿去卖 这个是后话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关于关于这个核心要谈的就是溢架 那这个溢架呢 就很多人问这个是李光自己在溢架 还是说这个大家去炒作的溢架 这个怎么说呢 就李光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明目张胆的去 溢他本身机器的架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 这个这个举动就是 去给自己机器加套餐 这个套餐是越加越猛 就是从前年到去年再到今年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他的套餐是越加越多 而且是数量越加 数量越加越多 套餐的价格越加越贵 就可以看到一个套餐下来 多的甚至能加到两三千 一个本来比如说六七千的一个机器 他甚至能加到九千多 但实际上你去细细扣在里面的这个产品价格 他产品机器实际上并没有 发生任何的溢架 这个就是他可能规避他日本总部给他下达这个这个 机器不准溢架的一个政策吧 然后很多可能经销商或者一些黄牛 他也学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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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就是说那我我可以 产品不溢架 那我去溢架一些这个 产品之外的一些配件 而且这个配件比如说一张卡 他到底是五十块钱一百块钱还是两百块钱 那这个就由在这个 这个这个黄犬或者经销商自己去订了 那他们所以就其实造成了一个合理 的溢架的 这么一个趋势 配件里面实际上也有些比较实用的 像这个包 然后像这个储存卡 还有这个电池 其实电池是大家蛮需要的 就一块电池 对于理光相机 你拍摄一天或者两天来说是其实是不够的 而且你出去以后没有备用电池 也挺不方便的 然后像其他的东西就像镜头环呀 像那个什么热靴 热靴盖还有个金属的热靴盖 这其实还不便宜 但实际上 我觉得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吧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那那些 其实就是纯粹 为了溢架 去用的 接下来就说说理光这些 所谓的黄牛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天下黄牛一般黑 特别是对这种数码产品的 都一样 这个黄牛 我觉得 这个像李光这些黄牛 他实际上是自经销商 自己开始产生的 因为其实拿货拿的最多的 进货进的最多的 就是李光这些授权经销商 但实际上 李光对于这些经销商 其实是边场莫及 不管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你供给他们货之后 他们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怎么去 去在哪卖 比如说他们会不会 本身就在门店卖 或者在线上卖 或者是会不会把这些货拿到闲鱼平台去卖 这些都说不准 那你可以发现 实际上很多经销商 在我们的所谓某东 天猫 或者是一些平台 他们 其实自己就已经开始 配合着套餐去溢价 而且溢价意义的 非常猛 那我观察过很长时间 就是这些很多经销商都是长期 以高价 去卖的 能不能卖得出去呢 我觉得肯定是能卖得出去的 不然他不可能 今年累月的那么去溢价 对吧 最后一个想聊的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真正想要使用李光相机的消费者 那应该怎样去购买李光相机呢 很多人可能会去查攻略去小公书或者去哪哪哪啊 去看一些攻略 如何去蹲这个李光官网的相机 或者如何去抢这个旗舰店的一些这个产品 那实际上我觉得尤其是在这几个月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大家压根不要去抢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抢 其实你合理的来说就是 省时省力 就是加几百块钱 去买一些 可能是那些黄牛 所谓的黄牛 他们抢到的一些相机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实际上我就遇到很多这个 朋友他去蹲这个相机 半个月前甚至一个月前就去蹲 但实际上蹲了半天 发现这个到点了 他一个都没抢到 进去之后商品秒没 这种现象非常正常 因为你想想你跟黄牛专业的这些黄牛党去抢 你肯定是抢不过的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你 关键是这个段时间你费时费力 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去买这个 所谓有一些溢价的相机 就是保持在我觉得一个合理范围内 几百块钱 就OK了 当然也不要做冤大头 就是花个 这个多花个几 几大钱去买 一个这个相机 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忍忍的 除非就说你可能是这种公司属性 或者是你是摄影的这个爱好者 确实有需要有刚需 那OK 那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没有问题 就随时你可能加钱都能买到李光相机 那还有一点 就是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这个李光相机 它在全世界就一个代工厂 就越南 大家都知道 所以李光 它的一个这个放货特点 就是它是分型号去放货的 比如说我这个 我李光相机这段时间 我放的就是 这个3x版本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放的是这个 这个三日记版本的 那就是说你买这个 自己想要的型号 你一定要在这个 时间段去买 就是你可能发现这个时间段 它这个货是比较充足的 但是另外一些货比较紧缺 那另外一些货可能它的溢价就比较严重一些 就这个我觉得也是所有相机的一个特点 你看放货放的多的时候 它价格相对就要低一点 有些时候你可能就去细致的观察观察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能买 买到这个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 这个你所想要的李光相机 OK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李光的一些观察 和一些个人的理解 那在即将到来的618期间 我也预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 疑问啊 或者想聊的 可以放在评论区 我们一块探讨一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